好了,那师傅轮到下一个新潮 蛇连立命的朋友,会不会比阿龙更好呢? 蛇,好,我们又要看蛇里面,即是蛇的字 在子宫里面,如果榴莲查到之后,在子宫里面榴莲的小限运 那就要留意了,这个宫位有些什么 好了,这个宫位会有些什么呢? 我在通圣里看到有什么呢?吉星有什么呢? 《月德当头报君之》 有个相对比较上吉的星,《月德》 其实有贵人帮手的 好了,然后劫杀租逢麦露时 也有劫杀星,劫杀星通常是什么呢? 我们所谓的比劫比劫,即是说 一些劫财的,即是说 可能被一些蓬佩的人,就会有劫财的情况 不要做担保,不要借钱给人 好了,三宫税合天外喜 继来小号力难知 本年月德当头无奈,卷舌,晦气,病符交叹 以几样吉,即是空声都会有对你受影响 好了,劫杀小号,这些也是破财的 小号也是,劫杀这些千万不要借钱做担保 前妖未免有劫夺破财,这个是对的 还有宅握之杖,因为本身有些不好的晦气 还有病符升,所以今年榴莲都会有些病 小心 幸有天得太阳三方照拱,立命在此,物贪意外之缘 所以就小心,走开街,不要把人拔肩膀 清京做地,你以为是一个朋友 认识了之后,问你借钱的情况 减少无端之失,即是说你小心结交朋友 嗯